我是立法委員林黛化 现在是7月25号中午12点20分 那这一早来的堪灾 确实在淹积水的情形非常的严重 那包括很多的路段都已经采取封锁的路线 所以请各位乡亲真的没有重要的事情 就不要出门了 那第二个呢 黛华也密切的跟我们高雄市政府保持联系 包括黛华的团队也都从昨晚到今天 都跟各个里长跟社区多个社团保持联系 掌握第一线的灾情 所以对黛华也会配合我们市政府跟中央 包括国军积极的投入救灾跟重建的工作 那相关的救助的工作 在这边黛华也要请市民朋友 积极的做好拍照跟相关的准备工作 那在农民的部分 包括农损 包括我们养殖业等等的 这样的与世所造成的亏损 请农业部也要全面启动所有的灾损的补助 那包括我们明天如果正常上学 那整个校园的路数等的清清除 我想这都是黛华跟所有相关单位 我们一起要努力的 那最后是针对这次气候边界所带来的 急降雨造成这么大的淹水 那这个是要请我们中央在区域排水的标准 是不是因应我们的气候边界要做相对应的提高 跟预算的增加 这是我们后续要跟我们中央各相关全管单位 要来讨论的 因应气候边界我们的防灾的区域排水的防灾的规格 是不是应该要提高 最后祝大家平安